大家好,朋友们好啊 我这要跟大家分享点事 那几天我没发视频嘛 是为啥呢,我就跟大家细说一下啊 我就觉得我这知道点生活的小常识 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呢,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要了啥的 有可能发完一会儿一天两天就停了 就不让再不给播了 这不前几天嘛,那几天没发视频 一个是想把这回忆录早点写完 结果呢,那天写完了以后七千字了 我就往里查照片,查照片不熟悉嘛 还有几张照片需要查进去 能够好配合文字 好像能把内容讲得更详细一些似的 后来查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我就翻来覆去弄,翻来覆去弄不上 晚上我就找我女婿小左 我说你一个帮妈看看啥个事 往小左说,我告诉你怎么整 他就教我,教我一步一步什么保存了啥的 完了再弄,结果我这手一慌张一紧张 咔呀,没了,把那个全弄没了七千字 这心里也挺懊恼的呀 其实也挺沮丧,特别沮丧 后来那个小左那边就自扯个 小孩子就自扯个了不得 我就是强了大精神 我说没事没事,妈写那写点东西不算啥 不费劲 完了后来这我冷静冷静又开始又重写的 把这最后一张写完了 这是那几天耗费点心神的事啊 还有一个是啥 那几天我这尿路感染又犯了 哎呀,犯的那个 就是下地吧,就想出去溜子去 跟屋里刚上完厕所,下到楼下走几步 又想上厕所 所以就这样 我这就是想要去打针去 后来我想想 哎,没去打针 我上那个药房,我买了点药 买了一个叫什么药来的 买点消息药啥 后来那天我航空间给那个邻居那个楼的那个大姐打电话 他跟他老妈都那个人感染那个新冠了 我说问我,他问我干啥 我说我这几天不舒服 后来他一听 他就说 他说 我怎么听你这症状像是那个肝火湿热似的 就是肝火大呀 我说你吃点龙胆泄肝丸 后来他随后他就让他那个外甥女 他就给我送了药了 给我送给龙胆蟹肝丸 还有那个头泡 还有一个那个高默酸甲 高默酸甲他说你做玉 做玉就是隔盆里头做上 做上消炎消毒的 这个这个药都没啥问题 后来王我就吃 我这眼神还不好使 还没看出来那个龙胆蟹肝丸的 我已经不是龙胆蟹肝丸的 字写 我没戴眼睛就看不着 王我就跑出去上药房 买了一盒 回来我就吃了 后来我也自己 我就上个西瓜视频查了一下 有不少中医大夫 发的这个视频就讲着龙胆蟹肝丸的作用 我一看 这跟我的症状还真挺像的 你看前几天就是 我这个尿路感染没犯时候 我那个那时候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肋下疼 肋下有点疼 我就想咋的 我以为我这不胆囊切除了吗 可能是吃东西不注意 消化不好 其实我在这吃的特别清淡 还有一个就是口苦 长得起来 这个嘴里苦的呢 那才苦呢 我想也可能也是这个 胆囊切除了 这个胆汁分泌的不好 完了这个那什么嘴苦的事 我就这么想的 还有一个他说 舌苔厚重 我一想可不是吧 那个就是嘴苦那几天 我一伸舌头 这舌头上全都是厚厚的一层 那个白的 我还差点没跟网上 就看这个 各种各样的舌头 吃什么药 汤药的 我还差点没有点那个点 我一看大姐给我 告诉我这个吃龙胆蟹肝丸 对这些症状都很好用 都好吃 我就吃了 这吃了四天是五天了 你看我这舌头现在 看 看那挖坑 那几天都挖挺大的 往上面一层白铺 这吃了几天 那恢复了 快恢复光滑了 这自己其实在家里 就是尿路感染下 也可以预防 可以说 可以就是吃点药 什么调理调理 原来我不知道 这大姐告诉我 我才知道 要么说我这个 这生活 而知识常识太少了嘛 完了这两天 我也是就是 用那高蒙松 雅水泡 用热水 完做浴 做浴 这种也挺好 我就觉得 身里这汗呢 是从里往外出的 不像平时天热 你那个汗是蒸出来的 往外蒸的 这种呢 是体内发热 往外出汗 哎 我感觉也舒服不少 也挺舒服的 这两天好多了 还有一个 我又怀疑那几天刚闹着 这家一下 逮着椰子了 一天最少一个 有时候一天喝两个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也喝多 也有关系 往我查了一下 说喝椰子水 喝多了 也发胖 我这段时间 确实是没瘦下来 我从哪 倒着三下以后 到现在还是80公斤 160斤 没掉下来 头这天 掉一个两三斤啊 后来这几天 这段时间又涨上了 往现在 我现在不掉就不掉吧 那天我儿子说我 劝我娘妈 别不瘦 别别减肥了 等赶平你孙女 摸着你脸 你没有用了 他们该不喜欢你了 你胖点显得慈祥 我说这又找一个借口 自个儿不努力 不减肥的借口 我就跟大家说这些 我就是想把这个 这点 我知道 刚刚知道的 这点生活小常识 往告诉 也分享给朋友们 有的和我一样 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 跟我一样 像我这么粗心的 我现在就说这些话 可能过几个月之后 我自己就忘了 我现在就是 像这种小中药的名字了 或者我吃的感觉了 我没说 我就是忘了 我去年得过这病 我来就扎西 游泳池里游泳 所以才感染 一个是水凉 可能最主要就是水凉 这个来病了 他想起来 去年这不就是得过这病吗 这不注意 这回又犯了 犯了可能 形成慢性的 还不好治了 好了 今天我就是想跟大伙 分享点这个事 这个可能是啊 我觉得涉及到 这个这个药了什么 有可能是不痒不痒 能不能播出去 都两说了 反正想到了 就分享出来吧 万一哪个朋友 要是有一天 也有我这个症状的时候 就也重重分析一下 完了那个大姐也告诉我 说你不能老打针 打那个抗生术 老打针不好 我看那几天 那朋友们留言不也说吗 说不能老打针 这回我就去又学着点 这个小常识 没事也调理调理 哎 好了 好了朋友们 谢谢大家啊 好 谢谢朋友们关心我 好了 再见 我刚才说的 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感觉 不一定全对 完了 朋友们 要是万一 谁要是有这个毛病呢 还得找大夫 咨询一下 吃什么药 什么效果啥 也不能自己乱吃 好了 我说完了之后 再给朋友们误导了 那我可就有罪了 咨询一下